大家好 升旗易得道 今天是2021年3月4日 星期四 最新的立法會有一則新聞 我覺得要跟大家討論一下 在建制派把持之下 就2020年入境修訂條例草案 召集的法案委員會 至今舉行了三次會議 但是已經審議好了 過程中 以公眾的 疫情為由 不允許搞公廷會 很多關注團體 尤其是難民團體 聯署批評 這件事 其實最終可以發展到很大件事 我讀一讀新聞 跟大家分析一下 然後再 跟大家深入探討 說之前 記得支持六部曲 按like 看廣告 建設性留言 痛擊五毛 社交媒體share 訂閱我們的Patreon 以及我們的頻道 月費贊助 Patreon最近好像有點問題 因為有很多自己會 無端端 自動停了你的訂閱 然後可能有很多人要 自己重新 再訂過 或者重新加入 因為 我們也問過Patreon很多方面 原來是 會自己 停止了那個訂閱 可能大家要人手手動就 搞回他 因為最近也出現了很多網友 問我 應該突然間會停了 會沒有了 這個應該是一些系統的故障 跟大家 讀一讀新聞 政府向立法會提交了2020年入境修訂條例草案 而加快免犯 聲請 的審核程序 當中條文 將賦予政府禁止某人離港 大律師公會兩道發聲明 蓄局方修正以防濫權 負責審議草案的立法會法案委員會 在3日舉行的第三次會議之中 極速 將草案完成 逐條審議階段 下一步就會交給立法會的大會審議 保安局的代表就說 因審議過程順利 提出修正案 定名條例將於2021年8月1日生效 這件事 其實是挺 嚴重的 因為 他收了這條例 因為出入境 也會賦予入境處處長 很大權力 到時 不單止可以 不讓人入境 亦都可以 不讓人出境 好了 立法會 大家也知道 現在沒有反對派了 全部都是建制派 所以 召集的法案委員會 只是舉行過三次會議 已經完成了所有議程 以公眾 疫情為理由 不設公聽會 很多團體 這次主要就是那些難民團體 對付 他們認為這是我們針對疫學營 聲請 不讓 人們申請難民 來香港申請難民資格 好了 今天會議 沒有議員關注或者將賦予政府權利 禁止港人離境的草案 以及逐條審議階段的時候 才由立法會的顧問提出 要求政府解釋 包括 這條例 會不會擴闊入境處處長 禁止某人出入境的權利 因為 入境可以拒絕 會不會連出境都可以拒絕呢 這個才是最大的問題 核心 出任這個 會議的保安局副局長歐志光說 收定是為了履行國際民用航空公約的國際責任 有關權力 也只會針對來港的航班 重新港人的出入境自由 是受到基本法的31條保障 而當局也已經確定所有條文 均符合法例 他也指了 預先通報旅客資料系統所涉及的資料 跟旅客出入境所提供的資料是沒有分別的 根據保安局 就立法會 法律 顧問查詢的這個文件 政府現在目前也是在制定預先通報 旅客資料系統的運作程序 運作詳情 包括如何處理紀錄和數據 等到立法會通過草案之後才會再定立 後審議程序 提交相關的附件法例 文件也提到了 這個系統所收集的所有數據包括 抵港乘客的姓名 出生日期 性別 旅行證件號碼等及類別 保安局就說 主要是收這條條例 阻礙一些 酷刑聲請的故意拖延的人士 這個草案中定明 如果入境事務主任 合理地認為 某聲請人 可以理解某些語文 並能以該語文溝通 則可指示 其 以該語文溝通 這個原因就是 有很多那些酷刑聲請的人 其實就是說 他不懂得 說英文的 你要特意找一個專家 例如印度人 例如巴基斯坦人 例如尼泊爾 因為印度有很多種謊言 即是有很多種語言 例如他有 叫烏刀魚 他說他不懂英文的 你一定要找烏刀魚的翻譯 例如有些加以各答 他有另外一個語言 加以各答 因為他有很多不同的幫 所以語言完全不同 如果他 很多人就用這個用來做一種程序 就特意拖延 那麼好了 歐志光回應 以往也有個案自稱不了 某些語言 拖延程序長達48個月 所以這次特意修訂了 這個法案 是 堵塞這個 故意拖延的人 故意拖延的人 強調入境處 仍會 向一個真實有需要的人士提供翻譯 也會確保處方在作出指示的時候 有合理和足夠的證據 歐志光說在德國 英國 歐洲等地都有類似的做法 所以綜合本地經驗之後 認為有需要在 案草案中加入相關的收敵 這件事其實本來 就這樣聽字面解釋 不關我們事的 主要是對付 紅營聲請 所以 這個入境處處長就有權利 不讓某些人入境 或者不讓某些人出境 當然 去到那個權力 去到入境處處長 他既然可以拒絕人入境 也可以拒絕任何人出境 這個就是大律師公會所最關心 以及現在市民最擔心的事情 一旦 這個入境處 做了這件事 或者擁有這個權力的話 那麼大家也知道 為甚麼逃犯修訂條例會搞到變成一場革命 他們表面上就說到 因為而搞逃犯 因為香港現在沒有這個法例 所以 所以我們就要移交逃犯 但是就變成 別人不相信你是想做一件好事 別人覺得你會做一件壞事 就是你把香港的政治犯就交給大陸 是不是 所以才有逃犯修訂條例 當初的原意就是類似蕭建華 那些人 就不用再用這個 很多麻煩的東西 不用粗暴的 來夾他走 可以用正香港的法律 把他直接交給中共 那麼問題就來了 問題就跟逃犯修訂條例一樣 即是說你政府所作的所為 你有權力 別人就會懷疑你會濫用 這次這個案子 也一樣 因為 如果你濫用的時候 你不就等於禁止人民離開 那麼香港還可以玩下去嗎 好像大陸50年代的時候 初初49年 他邊境也不是完全封鎖的 就算打完韓戰 他是收緊了 但是人們還可以下來 到了 56年左右 他就完全封閉邊境 不讓別人出入 你只能夠 除了偷渡之外 當然 他即時封閉邊境 變成大陸的人 很多逃亡來香港 所以56年就是逃亡 5657年 就開始爆發逃亡 當然大陸開始當時反友 很嚴重 然後到了62年 大逃亡 就是 因為那幾年 就是 沒有得吃 他就說三年困難時期 其實 就是 人禍來的 大躍進 搞到 大陸要人吃人 那些人就大量逃亡來香港 當年 一年有幾萬人就被人抓住 就要在大陸 因為 偷渡失敗 就是在大陸被人抓去坐牢 坐完出來 通常都是坐很短時間而已 坐完出來 又偷渡過 很多人 是不斷地偷渡下來的 我們要說的是甚麼呢 就是政府 現在 沒有人會再相信香港政府 如果 香港一旦實施的條例 即是說 有機會 香港人隨時 走不掉 所以我也是呼籲 可以走的 盡量都要走 因為 你到了想走的時候 就未必可以走的 昨天我們也在商量 研究 我們現在很多手足 其實被人收了旅遊護照 收了特區護照 你是走不了的 甚至乎我們有些手足是在美國 他們是有美國護照的 但是 你出不了境 因為你出境 警察就被打你了 即使你有BNO也沒有用 現在不可以用BNO出境 所以 現在最大的麻煩是甚麼呢 就是 那些人是沒有證件 根本沒有辦法出境 那麼這班是最危險 那個處境最惡劣的 那麼現在還有護照 還可以自由出入境的人 其實也不是完全安全 還有一批 很糟糕 因為 最近大規模的已經抓人了 李大最近有抓了十幾二十個 就是之前 以前也被罰了名 沒有通知 即是 當時沒有通知 應該說那時候不夠了告的 現在全部被罰了 全部被罰了 那麼 這個情況 好像是 會更加擴大規模 那麼 大家記不記得當時有多少人被罰名 起碼也有1000幾百個人 李大當時 裏面 最高的時候 估計有幾千人在裏面 可想而知 這個多危險的情況 會有多少人被罰暴動呢 而且政府最近 殺得盛氣 除了對付這班 反對派之外 就是 警方也都加強了這個 裝備 加強了這個資金 大把錢 大把資源 大把人靈 有請很多人看閉路電視 他請回很多那些退休警察 每天看閉路電視 哪些人可以抓 哪些人可以告 所以 現在 手足的處境在香港 很危險 即使你甚麼都不做 你在家也有機會被人上門 所以我們 收到很多消息 很多手足是 有地方躲起來的 但是 未來的情況 會越來越惡劣 我們知道的 所以這個條例 如果 真的讓他擁有這樣的權力 是必定的 不用多說 這一節我們暫時說到這裡 拜拜